有科技园区的地方房价都是上涨的吗 因为房仲统计了最新的实价登录就显示说 这五年来有房价涨幅前十名的区域 发现说新竹竹北新竹市台南新市 还有台南麻豆这涨幅是最惊人的 主要就是因为竹科还有南科的工程师买盘之称 感应卡片打开智慧门锁 就像来到一间时尚饭店 宽敞明亮客厅带有新饮装潢 名水公园旁二十六到四十五平全新落成豪宅 吸引不少赏屋人潮 三十一间房热骚只剩下七间 房市买气热包括新建案及中古屋在内的大楼产品代售量 在过去半年多来大减超过四万户 至去年底约二十四点三万户 整体房屋代售水位降至近两年新低 新建案贷款提高了贷款金额的上限到一千万 同时加码补贴利率 所以对于手购族来说是相对有感的 再加上近期因为股市攻破了两万点 整体的投资还有消费的信心都是大增 趋滑速度快也让今年一二月 六都买卖移转动数一共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七栋 年增幅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点一 业者预估三月市场表现将延续前两个月的力道 呈现增长趋势 客户有比较多在询问这些二手房 还蛮多的 是不是景气要付出了 台北的房价实在买不起 对 太贵了 所以应该会往新北或是基隆吧 尤其新建案贷款加持下买气热度不减 但房价同步走高越买越贵 2023年七大都会区行政区房价涨幅排名出炉 其中新竹县竹北市 新竹市 台南新市区 以及台南麻豆区 无论长中短线表现超级亮眼 六年涨幅都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新竹市或是台南的新市等等 都是临近着科学园区 它科学园区带来的高科技产业 也会带来的高收入人口 高收入人口的建筑也会带来 这个房市的高需求 紧接着329档期即将到来 势必会再替房市注入强劲的盘神动能 东森财经新闻中午君廖静 特别有道 看盘中赞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